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4年获得百花文艺出版社柳全碑最高奖项 现在呢已经编入了我国人教版小学五年级的教材 让我们一起来听 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中年潺潺的环绕着村庄 溪的两边种着几颗垂柳 那长长的柔软的柳枝随风挑动着 俄罗的舞姿是那么美 那么自然 有两三只特别长的垂在水面上 画着淋淋的波纹 当水鸟站在它的腰上唱歌时 流水也唱和着 发出悦耳的声音 天旱的时候 这条小溪就会干涸 村民平时靠它来灌溉田园 清洗衣物 点缀风景 有时 它只有细细地流泉 从石头缝里穿过 我和一群六七岁的小朋友 最喜欢扒开石头 寻找小鱼 小虾 小螃蟹 我们并不是捉来吃 而是养在玻璃亭里玩 一条小小的木桥 横跨在溪上 我喜欢过桥 更高兴把采来的野花 丢在桥下 让流水把它们送到远方 我们家里小桥很近 走路五六分钟就到了 沿着西岸向东行 还有一座长石桥 那是通到茶山去的 我曾经随着彩花女 上山摘过茶叶 我喜欢欣赏茶树下面 紫色的野花和黄色野菌 至今一看到茶树 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 当时的情景来 我爱我的老家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家只有几间矮小的平房 我出生的那间卧室 光线很暗 地面潮湿 但我非常爱她 父亲的书房就在前面 我可以天天去玩 那是一座空气流通 阳光充足 有东南两面大窗的漂亮房子 清晨可以看见太阳 从后山上的树丛里钻出来 夏天 夏天凉爽的清风从蓝窗里吹进来 太舒服了 更美的是 我由东窗可以望到那条小溪和小桥 还有那几树依依多情的洋流 故乡大多居民都信谢 村庄有大有小 大的有五六十户人家 小的只有三四家 大家过着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守望相助的太平生活 那段日子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那些美好的印象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了 每晚九点三十分 泥巴和印游的声音 把你入眠 祝您好梦 晚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